配合特战部队纪录片播出 国防部呢在中正纪念堂 举行了大规模军事展 星期天进入尾声 不过的现场依旧是人挤人 尤其是不少参与操演的官兵家属 特别到了现场加油打气 还有家长说是因为看了纪录片 才知道自己的小孩 哇 原来这么厉害 而主办单位也预估 两个礼拜斩棋 至少兴了20万人前来参观 别说翻过来滚过去的搏击战绩 一般人学不来 光是要在三十几度艳阳下 长不长受全副武装 你肯定就已经动不掉 配合Discovery频道 播出特战部队纪录片 国军大规模军事展 一连两个礼拜 吸引至少20万民众来品汤 其中最大功臣 当然是这些号称战力 No.1的特战弟兄们 看了这次的表演之后 才知道他在军中 是这么的辛苦 这么的威风 尤其是上个礼拜来看的时候 还掉了一滴眼泪 还特别录了一些影片 回去给阿公阿嬷看 刚才展演最后一天 一家北上加油打气 除了行动不方便的爷爷奶奶 全家到齐 女朋友当然也没缺席 第一次来看 之前怎么都不来 因为都有事情 所以没办法 所以刚刚是特地冲上来 一番寒车谷 造就特的弟兄钢铁意志 望子成龙的家长看过来 男生就要这样操才够man 好看 为什么觉得好看 因为很酷 我以后想要跟他们一样 国籍竞技 小男生猛拍手 尤其是 超家伙对决的桥段 拳拳到肉 逼真到位 更是看得目不转睛 那要先跟他们提醒 这些是在战场上 才会有的动作 平常不要学 对不对 当然没有 不会 我觉得那是家庭教育的问题 辅导级动作场面 虽然是推广全民国防 但就怕未成年的有样学样 爸妈陪在一旁耳提面秘 所有武器都只是道具 大哥哥有练过 小朋友不要学 真想练到伸手矫健 保家卫国 先乖乖读书 长大再说 这期节目 我们正在台北 采访部长